情意就要问一下我们的阿梅老师了 请问阿梅老师 哪些紫微命格的人 成就来自于重情重义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来自重情重义的紫微命格 所以观众朋友帮我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看的位置 一样是命宫 命宫就代表你这个人 到底对身边的好朋友 身边的人事物 你是不是一个 因为你会朋友的关系 让你自己可以重新得到一个 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 甚至得到别人的帮忙 所以重不重情 就要看你命宫的本格 所以像乔轩可以帮我看一下 你的命宫 你的命宫在右边下面 数来第二个 这个 然后上面会有星象 然后我们等一下公布前三名 然后有上榜的话 就会帮你特别解释一下 乔轩在命宫上面对待 可能是朋友关系 或状况怎么样 如果没有还是帮你看一下 大概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 然后为什么没有上榜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帮我看一下命宫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我们的天葵这颗星 乔轩没有上榜对不对 命宫天葵这颗星 天葵是我们命盘上面 最大的贵人星 而这颗贵人星代表的含义就是 如果你命宫是天葵 我天生在朋友当中 我就是老大 什么事情我就要一个人当五个 我觉得只要朋友有难 我就可以处理所有事情 所以天葵叫做一个人 把事情全部扛下来之后 完全不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 反正这就是一件事情 所以要找这种人当朋友 对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命宫有天葵 就是他做到死 然后你就会在他的旁边 轻松 对对对 哇 好棒哦 好棒哦 对然后天葵只需要就是 你能够珍惜他的付出 举例他付出完这些东西就说 好棒 这样就结束 对他就觉得好棒 天葵就会做 因为天葵是一个 不会把自己的问题丢给别人的人 他会觉得我自己就可以解决 所以天葵就会遇到一个 他无法解决的事情 他会用一个方式叫做 自己看书 自己找资源 自己处理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 所以命宫天葵的能力 都比一般人来得强 因为他从小事开始 从学习 然后从学校 然后从这些问题 我都自己解决 就代表这个人的武器 从头到尾都在累积 他不是一个会开口求救的人 但你反过来说 这样的人其实偏劳碌命 所以命宫天葵的人 重情重义 他什么东西都解决完了 我确实有一堆能力 结论就是 别人帮不了我 就是结论我能力太强 就别人处理不了我 我只能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就会比较辛苦 但是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命格 所以天葵是我们第三名这样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我们的七煞这颗星象 来 七煞 七煞 有吗 没事 没事 是七煞吗 你是七煞吗 七 情吗 不是 你 你是七煞啊 我是七煞 你是七煞跟情阳 不是七情 不是七情 还没有魂的看呢 你给他那个六阳 我们的节目还要多做很多年 好不好 我喜欢 我们的看 七煞情阳 对对对 不是七情杀阳 没有杀阳啊 我没有杀阳 我还在想说为什么会有杀阳 他有杀牛吗 杀阳听起来太可怕了这样 对 所以你是你本身 乔圈本身命宫就是七煞的形象 七煞有个特质是 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内心很有想法跟主见 但是非常需要他人建议 所以七煞其实是个非常急躁的形象 那这样急躁人其实非常需要旁边人去说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但七煞态度会是 我其实没有特别想理你了 我其实觉得就这样 但是我会觉得 好 我听你的 但是我还是做我自己的 然后真的跌倒受伤之后才会回来说 你当初讲的好像是对的 那我再试着做你这边来讲 七煞是属于这个性格 但七煞有个重情重义的性格就是 七煞永远不会把他身边觉得重要的人给丢下 就是七煞最大的性格 会保护 可是这样的保护状况是 我冲我的 但你就在 比如说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如果是一个洞穴角度来说 我把我重要的人放在家里 然后我自己出去冲 冲完之后再回来看你好不好 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画一个圈 然后保护起来 然后我去冲 对 然后你不要跨过那个线 我就不会紧张 因为七煞其实很重视人 但是更重视自己自由 跟要冲出去想法性格的人 所以七煞的人生 旁边人越多 就代表他能够累积的能量就会越强 相对来说 相辅相成力道就会越大 所以非常重行重的命格就在这里 就是七煞 对 但是因为乔轩的旁边 是不是有个秦阳 对 所以你刚才以为是阳被杀掉 不是七情 不是七情 是有个秦阳 所以秦阳这颗星象 反而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里 所以你应该知道 你自己是一个非常急躁性格的人 在我看到的命盘上面的显现 所以那样的急躁性格有的时候 试着让自己拉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 你会状况是非 就会比较少 这样相对来说 你就会比较平稳一点这样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情重义的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太阳这颗形象 太阳我们大家都知道 太阳的形象化就是高高在上 非常亮 所以一个人命攻入太阳 代表说 他对到任何事情跟任何人的时候 都会以他人的角度思考 所以太阳就叫 我要照耀你 我要照耀这个光亮 我要照耀这个大地 所以依照这样的连结来说 太阳的重情重义叫做 我就燃烧我自己 所以你可以得到我的光 我不会特别管你 所以你有你发光发热的地方 但我有发光的方式 让你可以跟我做互动 所以太阳就是我们重情重义的第一名 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记者会这一次 就是我这次四周年记者 为什么会打扮成Johnny大夫 有声喔 他就是网友 我们的网友他们就是 PO的图啦 这地方好可爱喔 他PO的梗图 有没有 其实就不好像说 台湾的Johnny大夫 他们这也是网友PO的啊 这个是你喔 这个人是你喔 对啊 这次废哥情义相挺 对 我很感谢他 还好有你 不然我不知道废哥还在 我跟妳说 他正式出来就是 需要澄清啦 因为他四年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上一次见面的 是在贺一航的告别式 你怎么笑 对啦 这个贺一航的告别式啦 然后他因为后来 他太久没有人家 就是说 现在不是很多那个网络的 那个标题都会乱下吗 不见谁不见走 他出来澄清啦 对啊 还是那么帅 说我还在啦 我还活着 我刚刚是说还是那么帅 不是说还在 所以飞哥出来情义相挺 身材演奏会 对啊 那两个高情很好 不然有可能他会给你站台 是啊 因为 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现场都同样 中虞 中虞 齐重七 对 唱西洋歌曲 我们常常去的地方都是花莲 他在花莲封兵嘛 他自己有块地 然后他自己就变吃根 我记得有空之后也常去花莲 我每次看到那个 飞机在飞的时候 我就开始录影 手机拿起来录 录录录录 好好他都会 录录录录录录在那边飞 我说有一天如果 他想要录到那个 咦 咦 咦 然后这段影片就可以卖给电视台 然后那个还是飞哥这样 有 我在记者会我有讲 他就 你这个 因为 记者说 你们两个 可不可以这样 开玩笑来 开玩笑之后 其实我们真的是 革命情感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我们秀长做的 其实那个时候 你知道有一次 我在那个 我是上他的节目 然后我唱了一些 一样歌曲之后 我最后有带来一首歌曲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很像菲律宾人 然后唱完 因为我为什么要带那首歌给他 就是国王的庙 国王的殿堂 这个庙就是殿堂 庙就是殿堂 庙就是殿堂 王是王 我说你就是 那个摄影棚 就好像一个殿堂一样 你是里面的王者 因为我们在你身上学了很多 也是我们的老师这样子 我就送给他 然后半夜三点 他传来给我 说老弟 今天听你唱这首歌 我才觉得我是活着的 那时候我听得好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 喝一行也走了 然后我就 他讲 后来他 他为什么会答应来 参加我的记者会 因为他讲说 我们这些老咖 剩没几个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